大家好 邝老师好 我还有蔡阿姨 默阿姨 大家都很喜欢相声 刚才这两个演员演得非常好 这个节目叫鼠唱来宝 这个蜀莱宝呢 是一个传统的艺术形式 两个演员呢也非常的优秀 对 一个叫王浩月 一个叫李浩阳 嗯 您听他这个名字中间呢 都带一个号字 对 还有刚才说像有个小伙子 叫郎浩辰 嗯 中间带一个号字 这是什么叫艺名 这是他们说像的艺名 哦 老师给启的 是 咱也不知谁给启的 都是挺好听的 是吧 嗯 有的朋友对他们比较熟悉 对 有的呢您不十分了解 看来是不是这样 介绍介绍啊 刚才说那三位啊 不才都是我的小徒弟 对 都是 谢谢大家 好 我年师师公主 这个掌声是对他们的鼓励 老话说师徒如父子 对 什么意思呢 就是徒弟跟儿子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吧 是一样的 所以呢 今天很有幸呢 跟儿子站在同一个舞台上呢 是的 谢谢 不是 您是比较高兴的 不是 不是不是 我是很悲痛的 你怎么很悲痛的 你跟他们站一块儿父子这可以 我也在台上 哎呦 您误会了 我说他们 没说你 是吧 他们是他们三个跟你没什么关系 你跟他们不一样 分别 对吧 你是老大 是吧 嗯 他们 嗯 今天够一分 什么够一分 老大 我和那长子 是吧 我也家长子说那什么 甭废话 咱都不一家子 跟您没关系啊 对 您的相声说的也很不错 谢谢您老师 他是郭德纲先生的弟子 那是我老师 郭德纲先生那相声大家就更熟悉了 嗯 郭德纲的徒弟人所共知 云鹤九霄嘛 对不对 云字的 鹤字的 九字的 霄字的 都有好样的 就是晶片 他就是郭德纲这个 这个肖子科的徒弟 啊 消灭 消灭 这个消灭呢 您当是 你叫消灭 消灭啊 我口识不太清楚 消灭 消灭 您是这个 这还不如你 刀削面先生 你是拉条子小姐 拉条子 你不是削味是刀削面吗 不不 我不是削字 对吧 爱消除 谁呢 消消愣 你是 你是他是郭德纲徒弟 你别不承认 是吧 没不承认 郭德纲啊徒弟很多 80多个 可是他自己都分不出来 有点儿了 他是郭德纲比较有代表性的徒弟 我还有什么代表呢 对 刀削面 我慢点我慢点我还是刀削面 你爱吃爱吃刀削面 对对不对 这是不假 大卤面呢 他喜欢吃面条吧 是面食他都喜欢吃 郭德纲也喜欢吃 喜欢做 在家里研究做饭 研究教徒弟 研究吃 是 反正爱好很广泛 声音都喜欢 他跟郭德纲也没少学习啊 嗯 郭德纲先生不光能说 而且能唱 唱戏都是专业水平 多好 嗓子好调门高 是 一唱起来那个声音 啊 这么高 按音乐说能达到嗨C 你叫嗨C 嗨C 就是多嗨他都敢C进去 他叫什么话 这个胆子多大是吧 就是嗓音好 小时候的基础 对 郭德纲七岁学徒 九岁进宫 在这个 三十多年 这学的什么图啊 学相 这学的是太监啊 有礼貌太监干嘛呀 学两年太监啊 然后进宫就可以认得了 这这这这这 什么乱七八糟 我没说太监啊 你说进宫了 进宫怎么了 进什么宫啊 少年宫啊 这九岁送到少年宫里 学唱歌去 学唱戏去 是 少年宫里全是太监 不像话去这都 这话他也太饿了 郭德纲一九七三年出生 他赶上太监了吗 没有太监了那时候 对不对 他就是没赶上 他要赶上了 他也是那基因分子 对 他都报名的是什么 反正呢 郭德纲的相声大家都很喜欢 嗓子好能唱 调门很高 他不光会说相声 还怎么着 他还会演小群 对 郭德纲原来演一个小群 叫花红柳绿 他演的树 是吧 还真是 演的树 您看您乐有 这视频啊 他举两个柳树枝子 他演的柳树 当然也是女人啊 女人他有词有话 也是主演 举柳树枝子演的树 这是一个老的小品了 讲功德 会演小品 还跟那个好之润的袁永登他们也演过小品 跟这些名家们都在一起合作 对不对 说相声唱戏演小品说评书 郭德纲会说评书 大家都知道 网上有很多他说的评书的录音录像大家都看过 说评书跟说相声区别挺大的 虽然都是以说为主吧 但是表演形式上也有差别 说相声大部分是两个人表演 对口相声两个人说 说评书大部分是一个人表演 往台上还得搬把椅子 说书过去都得坐着眼 说书先生 一方面坐着跟观众就平起平坐 他不是说像我们相声一样 得站着为您服务 说书先生有学问 说书叫先生他得坐着 另外来讲说书的时间都比较长 一说俩半小时 你光站着也受不了 所以安排演员他得坐着 这都跟相声有区别 相声一般坐的时候很少 俩演员上来一人能把椅子坐着 他不是说相声 那人什么呢 那人是开会来的 俩人开会也不错 所以说说评书的 一般都是一个先生坐在这表演 一个先生 您喜欢听书吗 喜欢听 喜欢听吗 最喜欢听哪个先生说评书 我最喜欢听的 都喜欢哪个先生 我最喜欢听的 我最喜欢听的 叫袁霍成袁老 袁不成了不起 三国演义 对 袁三国嘛 对 喜欢听的哪部书 三国演义 对对 这就是书 是啊 还喜欢听什么 你比如说 有个 我可能可能他不太了解 有个叫田连元的您知道吗 田连元老先生 对 那怎么不了解啊 杨家将 人所共知 最好 杨家将啊 杨少华他们家的事 和杨少华没什么关系 杨家将嘛 杨门是武嘛 对吧 杨非杨伦 杨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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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是杨少华他们养的事 杨家将嘛 是哪个杨家将 老龄东杨基业啊 他就埋在北国红杨栋那样 对啊 对杨家将 这是田连元先生代表书目 嗯 还喜欢听谁 刘兰芳 这是个女同志了 你不说 岳飞啊 岳飞传 是啊 京中说岳 那时候火大江南北 好 都听 岳飞好 还有呢 还有 那你比如说了 嗯 善天方善老 呵 那知名度最大 去世了 对对 白梅大侠说为最好 白梅大侠呀 人家自己创作的书啊 嗯 白眼梅徐良啊 对不对 对 好啊这书也好啊 楚光安良 您都喜欢听 我爱听 太棒了 听过四部书 这个演员呢就是 这是 走走走 什么叫听过四部书啊 这您刚说的 这博尔三国 白梅大侠 嗯 对 还有那个 杨立元那一家 杨少华的那个 杨家强 杨家强 这不是四部书吗 不是这可以说 他们的代表 对代表啊 别人说我也都听过呀 我没说你没听过 就是这主要的 这四位演员 这四个代表作品 是 您都听过啊 听过 好啊 丝丝入扣 好不好 抓人 你郭德纲怎么样 嗯 这问题就是不好回答 你别坑吃了 这不是好吗 抓人 比郭德纲怎么样 他们没比过 你比这些 我非得让我 郭德纲你听过没听过 是 对呀你也听过呀 你比一比 比较比较 我认为啊 我认为啊 这五个人你排的 第一得说谁啊 你看这个 挺刻薄的 一个问题 他扔给我 怎么刻薄呢 很客观的 客观回答第一得说谁啊 这五人还说第一的 这得说袁国成五人了 哦 很好 袁先生排第一 是 那郭德纲为什么排第五呢 我没说那排第五啊 你这意思就是第五 我都看出来 我让你举例子 你说半天 我一直等着说郭德纲呢 他都不说 你看 你这个 刘兰芳不出来了 也没出来了郭德纲 你说你咋行不行 郭德纲排第几啊 什么 这就争议冠军就完了 这就是 排名不分先后 行 这个人呢 很圆滑 是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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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这人很圆滑 这是什么呢 郭德纲先生啊 比那几位老前辈啊 年轻得多 是吧 你跟老前辈在一个时代当中呢 可以说是男尊伯仲 因为郭德纲是一个年轻的演员 你跟老前辈呢 更多的是学习 你看郭先生跟袁先生 跟善先生都有接触 跟人家互相的都有交流 比我还原好 郭德纲先生相声说的好 评书说的也好 大家可能有爱听评书的 评书里边啊 评书里边啊 有很多事情啊 很多的故事 组线的情节啊 评像的也得研究 嗯 你比如说吧 我问问你啊 看你有这知识没有啊 这评书里边比如说 说这人长得好看 这怎么形容 长得好看 对 啊 长得好看 长得好看 这人呢 身脸高大 这人呢 嗯 有网子力气 嗯 这都怎么形容 都给你形容 对 你比如说长得好看 长得个儿高 怎么说 先说好看 长得个儿高 长得好看 哦 这人怎么叫好看呢 跟赵丽颖一样 对 就是好看好看 赵丽颖是谁呢 赵丽颖是大明星吗 大明人啊 哦 安卓拉贝比 这不是一个人 这不是一个人啊 他英文名啊 安卓拉就天使的意思 那也不是一个人 你法文名也不是一个人啊 哦 不是一个人 哦 您是安错误头上了 这个 他说哪人姓杨 哦 杨兽华 这个杨兽华 这个杨兽华呢 这个杨兽华呢 好看 那现在人你不能理解 哦 跟赵丽颖一样 长得跟范丽颖一样 这都是好看 就是好看了 对 那长得难看呢 长得难看 怎么形容 高峰一样 人都不信 不太可信 长得什么难看 怎么形容 你就是形容 难看呢 一想之丑 这话怎么讲啊 你看这个美人跟美人啊 他难看的 他界定他不一样 对 是不是啊 对对对 这词咱用它叫一想之丑 哦 就你想谁难看 他比谁还难看 哦 就这么难看 对 哦 那还挺难看的 嗯 是吧 是 他比如说这人个儿高 大高个儿 你怎么说啊 大高个儿 大高个儿 我问他这大高个儿 对对 说这人说叫大高个儿 大高个儿 哎 站着这个 忙站着 还站起来了 坐着 坐着 坐哪儿 坐着 电视塔那塔尖上 坐电视塔那尖上 对 啊 脚呢 啊 搭了到地 哈哈哈 你这你这话都不可信了 那个电视塔 不是那天塔吗 看出来 这天塔四百多米啊 你知道什么 这四百多米 他坐那尖上 嗯 两只脚在哪儿啊 搭了到地 搭了到地 不可能啊 不是高吗 不可信了 不可信了 你夸大了有点啊 你太夸大了 说书就得是这状态 哦 夸张啊夸大啊 漫无边际 然而你听 这叫离奇啊 嗯 这要坐塔尖俩腿搭了到地啊 那脚里多大根啊 咱家提小气车在那儿 那不可能的事 脚还是四零的脚 哦 哈哈哈 说评书的有时候就瞎夸张 随意的夸大也就没有什么意思 啊 也失去了教育意义 是吧 说书要教育 对啊 你说这个 你说你再说一个儿高的 再说一个儿高的 再说一个儿高的 那咱要离奇呢 还要实际呢 我不管 随便说 里边儿个儿高的 就你见过的 这人比姚明高一头 你知道咱家 这有什么信心的 这不信心 这不信心 还不信心 不信心 你说你见过最高的 最高的 这人坐在井底下 井底之王 脑袋顶着天 哈哈哈哈 这行了吧 大哥都笑话你了 是的 笑话 坐在井底下脑袋顶着天哪 那这大姐一站起来 这是男的 那这大爷一站起来 天就漏了 您听他说像话吗 这都 那坐电视台那个 跟这个俩人谁斗啊 哈哈哈哈 这俩谁斗 这是一个人 哈哈哈哈 这是一个人 这是一个人 一个人 你看 他坐那塔尖上 那塔我看 已经快几十天了 他还坐那儿 那还上半身呢 嗯 他上半身并不考 哈哈哈哈 乱七八糕 你这乱七八糕 这你你啊 你啊 说出来啊 都已经没有边了 是啊 是啊 那几个胡麻道 都没边了 按你说啊 你说这这几位都不算高 都不算高 我真有这么一位 你说一位吧 这位个头呢 你就别提了啊 个儿说个儿 咱说这位这嘴巴 我告诉你 这嘴多大 你想得多高个儿去 这嘴怎么样 这位这嘴大到什么程度 上嘴唇挨着天 下嘴唇挨着地 这还是闭着嘴的时候 这人不能说话 哎呀 这天在这儿 这地在这儿 我不听吧 天地之间呢 哎哎哎哎哎 好上嘴唇呢 挨着天 下嘴唇挨地 挨着地 不对了 怎么呢 不知道这边这脸呢 脸 你想啊 那这种人有嘴说大话 他还要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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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要脸 你你你见着 我问你见着的最高的人 你看我这个井底下哪好底下 你见着 他一站起来天才捅一窟窿 你看着 他拿着事儿拿起嘴就说了 前面这还算正常的语言 说评书嘛 夸张一点夸大一点 这倒可以理解 对不对 你这越来越玄乎了 是不是 玄乱也 我也有点词穷了 不可信了 这一不可信 什么艺术都一样啊 像什么评书啊戏曲啊 只要不可信 这就没有意思 嗯 夸张一点可以 比如说这人劲儿大 劲儿大怎么形容啊 四个字 钻铁如泥 钻铁如泥什么意思 这铁多坚固啊 到这位手里的 跟泥一样这么软和 哎钻铁如泥 这也是夸张 是吗 啊这种人没有朋友 为什么呢 一握手对他死了 还真是 对不对 钻铁如泥嘛 你现在有这种人的话 手缸啊 鞍缸啊都解散了 啊 没有用 耗费挺大的 人工啊火耗啊 费这么大 干嘛呀 把这位接起就行了 他能干嘛 就是反正慢点嘛 你需要做什么呀 人工啊 需要做漏勺 揪一块铁揉不揉不 一拍涂涂涂涂一种 露手做得了 这行吗 没有 没有 劲儿大 劲儿小 说这人劲儿小 怎么说 手无伏鸡之力 您再解解 这小鸡多小啊 尤其刚出壳那个 跟鸡蛋一根的 这种人劲儿小啊 不能把这小鸡给制服了 小鸡跑得摁不住 他说跑得摁不住去啊 哎你都说这劲儿小了 这就是夸张 无聊了 无聊了 夸张 什么叫无聊了 手无伏鸡之力 他有这句话呀 小鸡这跑 我说你学的有点无聊 我学的无聊 我们明白就得了 我怕你不明白 我拧得不住 我做了 对 就是这意思 你脑子还是不行 我得说明白了 你才能听懂了 我还好接受 手无伏鸡之力 什么意思呢 就这位这劲儿小啊 他不能把这小劲儿捆住了 你知道吗 你怎么又说一遍 你喜何这句嘛 对对对对 我怕你听不明白 还是怕我 另外来说 听书啊 讲就听扣子 听戏呢 讲就听轴子 轴子 是吧 这个轴子 我就是说什么呢 听戏啊 讲就听那轴子 什么叫轴子 轴子 轴子戏专场啊 最后的那个 最后的那个 最后那出戏 叫大咒戏 一般来说就安排这个 霸王别姬啊 什么这类戏 那可不是 大咒戏 好精彩 一票难求啊 是不是啊 哎呀这叫大咒戏 听戏听咒子 说书 听书听扣子 就是每天连续播讲啊 到每天结束的时候 留那个悬念 为之扣子爷 知道吧 就这个 这叫扣子 怎么叫扣子 您这么说我还是不懂的 比如说吧 他为什么留这扣子 好像转天这些朋友 接着来 吸引人家 电视剧现在也学着这个 这集播完了 哎怎么回事后边不知道 明天好接着看 对不对 说书的也是一样 老先生研究这扣子 研究的好极了 有这么一个老前辈说什么书啊 三峡五义 三峡五义那天说的这结束的 您听你转天是不是还得来 您先来两天说的啊 大爷龙方 二爷韩章 三爷徐庆 四爷蒋平 五爷锦毛鼠 五百玉堂 南峡斩兆 斩雄飞 北峡欧阳春 双峡 丁兆兰 丁兆贵小虾 五十位英雄正在酒楼之上 吃饭饮酒 胡听得楼梯口 腾腾腾 几声响亮 上一人站的楼口之下的十位英雄 捏呆呆发愣 众位 您猜是谁啊 咱们是明天再讲 好 好 不是实际上要琢磨 谁来了 你想这十位英雄 在这部书里能不能最大 对 又来了一位 给这十位 镇住了 来了谁的呢 他不说了 对 明天见了 你说观众朋友回家 他能不琢磨 他既然来听书 他就喜欢 他喜欢他入迷 他爱听 你说这一位这个晚上还得 准备准备行李明天好出差 又还有这任务 出差上南京 你这也快去了吗 出差上南京 收拾好了东西 面对这火车票 眼泪下来了 怎么的 你说去不去 去南京听不了说书了 不去南京吧 我就没工作了 大人怎么着 这工作可以再找啊 这书要错过了可就没有了 团了不去 团了不去 团了进东京我也不去 医生 医生 行李箱子医生 不要了 转天听书去 下午两点钟开书 这位啊好像上午十点半就来了 太棒了 他怕先生看座表 慌慌悠悠他来了 人家说书得到点才开始呢 差一分钟人也不开始 人家不让进观众嘛 一点多钟 开始让进观众了 这位头一个进来了 中间这么一坐 先生到两点钟一拍这木头 得把昨天那茬里圆上 这呢 得告诉人家怎么回事 这位坐这很期待 先生一拍这木头 开始了 昨天说道 大爷卢方二爷韩章 三爷徐庆四爷蒋亭五爷锦毛鼠 白玉堂 南辖斩兆斩雄沸 北北霞 闭目秋然 紫然国欧阳春 双霞丁兆兰兵兆兆会 小霞爱虎 十位英雄 正在酒楼一上 吃饭饮酒 胡听得楼几口 蹭蹭蹭 几声响亮 上了一人站老口之后 十位英雄 捏呆呆发愣 众位 您猜是谁 不是别人 原来是跑坛的 上菜 上菜 怎么回事 你得合理啊 这十位英雄正逆谋呢 突然间来人 来谁都吓一跳 对 对 来一跑坛的 完了 火热票白撕了 我可气 你白撕是白撕 今儿已经来了 那得听吧 接着听吧 听俩钟头 到今天第二天结束的时候呢 这先生又留一扣子 又来新的 第二天说到这 话说五爷锦毛鼠白玉堂 从酒馆出来 星不亮呛 脚仓皇 来到自己的马屁之前 任登斑斑斑 骗腿 乘胯坐骑 低头一看 哎呀 马脑袋 没了 更厉害这个 这扣子哥在这儿呢 这是武侠小说 不是西游记 不是风神榜 不是闹神闹鬼的 马脑袋没了 他能上马 证明马还站着 马脑袋没了 说明马死了 这马死了还能站着 回家能够琢磨吗 把改签这票拿出来了 你说这 哎呀 领导给我一机会 完了 去他地方 又死了 又我也不去了 我听书去 第三天好家 早上肉点就来了 更早了 晃晃悠悠悠在门口吃完咖啡菜等着 下午两点才开书呢 好家 到两点了先生来了 这位坐那儿等着眼都蓝了 那可饿了 你早刚在 要两点半开书 这位已经困死了 拿手指着眼睛 那也得听 先生一拍着不走 今天换书 啊 那不成功 换书当然不行了 没把桌子那扣子圆上 对 是不是 昨天说到 午夜警报署 白玉堂从酒馆出来 胸不亮呛 脚仓皇来到自己 马屁跟前 任登帮男片腿 乘胯坐鸡 低头一看 马脑子没了 哎呀 骑到了 这叫什么扣子 这不是换书 给他换人了 那是马脑子没了 这马尾巴冰了当浪子 他喝醉了嘛 他就出来倒着他旗上去 没把这位给气死了 打那儿开始 这位不听评书 有时候这扣子呀 挺高级挺讲究 有时候也没把劲 你要去拿扣子 对对 反正你甭管怎么说 反正你来了 你头天你可不知道 马脑袋骑到了 你不也来了吗 对不对 咱们今次散场 他们又可以来一个扣子 一天可忌丢 反正每个人说书 都有自己的特点 都有自己拿手的东西 是吧 说评书除了扣子之外 表演过程当中 还有一个要求 行不行 说评书这个口音 必须纯正一点 我同时 你刚才说那几位 连郭德纲先生都算上 都说这个普通话 对 说评书的都要说普通话 或者北京话 说出来大家容易接受 能不能听明白 尤其才子书啊 三国演义 是 那你非得说这个普通话 哦 其实这个张飞啊 关羽啊刘备啊 哪个人都有 对 对不对啊 他不是北京人 他也不见得会说普通话 哎 但是你评书舞台上 你还非得说 先生 您好 您别老公学这扣子 啊我学什么呀 你学点稍微 长篇一点整段的 让我们获惑人的吧 长篇的 行 我来一个全部的三国 啊 告诉刘夸 全部三国 才三百多回 三百多回 对 您说完了 我们都饿死了 三百多后 没有没有 不是 我那得挨个几分钟 让我明白明白 行行 他就得了 你比如说三国演义吧 长板波那点 这叫子龙救主 你说出来 非得这普通话 是啊 一拍这个木头 这就开始了 话说四爷 这些长盛将军赵云赵子龙 怀揣肉额斗 全凭着胯下 胡隆军是掌中的亮眼枪 杀了个七进七出 闯重围 看党一样 瞧三将军张飞张义德 李于桥头之杀 赵万报万当凶 三将军在上 术末将假诏在身 不能实义全力 张飞约在四弟年里 胜负如何 赵云说末将不才 寡不敌众 是大败而归 子龙 武功现在松林之内 你赶紧前去保驾 带个老张 抵挡一阵 说话之间 一颤杖霸 舍秒 哇呀呀 怪叫 完了 最好 张飞的怪叫 听入实了 张飞的怪叫 怪叫 怪叫 大鹤一声 曹冰鹤退 大鹤两声顺水横流 大鹤三声 夏侯杰就吓死了 这都是书的 书啊 爱听不爱听 特别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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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普通话导致的 导致的 外叫 后面观众还想知道 对不对 叫的有多怪呀 这不是那个 这画画的情景 真不怪 我跟你说 哪儿的口音都没关系 哪儿的口音都没关系 不对 你说这不对 是吗 你要家庭里边 口音复杂一点 没关系 那边我们家口音就够复杂的 这叫小胡说 对 我们家口音就够复杂的 你们家 复杂起来就不谈了 这个 哪儿的口音都说评书可不行 嗯 说评书不行 我一样 我遇上过这么一位 是吗 这位哪儿人的天津人 天津人 业余爱好者 平常最喜欢说 就喜欢听这个袁古城的三国 好啊 听完之后听会来呢 在这个院里头啊 给揭霍思琳就说 学说 他觉得我比袁古城有一次啊 哎呦 我说这玩意没人听呢 哎 他不行 他就是因为这天津话 我那天赶上过一次 他说哪段 也就是这长板坡 是啊 搬个小桌 还有我们平三儿当这木头 暖平三 暖平三 我们这匹暖平三儿 瞧不多少 当这木头 一拍 挺有意思 天津口天津味天津字 口头语 峭别话家乡土语 这里都有 都在这里边 啊 说天津话根儿极了 哎 那你学这天津语书啊 天津语书啊 嗯 有意思啊 哦哦 接着四人全爱听 嗯 嗯 一拍这木头 这回说谁呢你了 天津话就来了 话说是爷 沧桑将军赵云赵子龙 嗯 赵子龙是谁啊 赵子龙就是赵云 赵云就是赵子龙 他一个人说俩名字 赵子龙 赵子龙 坏帅子小宝贝 小宝贝 小宝贝 宣平胯下马 是掌纵这根儿抢 赵子龙 赵子龙 八十三万 大将五十亿元 赵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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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党羊敲 看敲通赞云大哥 你猜是谁啊 谁啊 哎呦 太根了 原来是赵子龙 赵云一看 赵子龙来了 报卷公说 哼 赵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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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粹是个尿牌 我来的时候我跟他鼻呼鼻呼 还有个拜卧宅了 我今儿会是汽车压卧骨 死我也吃了 谢谢 这个节目啊 张神奇创作 张神奇 老前辈 你看很多传统节目 有的能到处的作者来 我们都很感激人家 给现在的演员刘泛门 说老先生的话 给相声界添产业 相声不能老那几段 他总会有人去创作它 你看这个节目呢 就是老前辈张神奇先生 人家又能说相声 本人又会说评书 所以人家能写个节目 还让我们后人加工 再表演 给大家送欢乐 对不对 他的相声说的就够好的 你就是小张神奇 我说呀 我就是这个唱的方法 还是母媳妇 我说你就整一点 开始开不了 开始开不了 对对 反正这个为什么呢 歌都烂了 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外号 是吧 他是小张神奇 后台王豪月的 花板小王 打板打得好 对 花板小王 对吧 每个人都有外号 他的相声说的好啊 艺术水平确实非常高 非常高 这我心目当中啊 确实艺术水平比较高 谢谢 张金玉金像奖 即将获得人 张金玉金像奖 即将获得人 张金玉是天津的一个相声明家 他没气站的 哈哈哈哈 原来是没气站的 对对 后来就成相声明家 相声明家 我看这个资料啊录像啊 对 唱盘的录音的都有这老先生 没错没错 哎 张金玉金像奖 张金玉金像奖 这个 即将获得人 即将获得人 这比赛搞了吗 张金玉金像奖 啊 还没成立 哈哈哈哈 那我即将获得人 我有一天不能挂上 多成立了 你就是获得人 好 行吧 我送你小张金玉 哈哈哈哈 真学 反正每个人呢 都有自己的这个特点 都有自己崇拜的对象 对 那他是崇拜张金玉先生 后台这个王浩月呢 最崇拜赵国柱先生 那是他老师 北京的一个 开板艺术大师 爱人摆得好 啊 国柱视角嘛 反正每个人呢 都有自己崇拜的母像 对 我崇拜谁呢 我就崇拜郭德纲先生 是吧 郭德纲先生 什么张金玉 赵国柱 哪都都玩去 确实好 你看各方面呢 全面 这就难得了 是 下功夫 跟于谦先生 老在一块排练 下功夫 对不对 他在一块排练的故事 你就忘了我那 哎 你说什么 我不是我都不知道 对 他们俩在北京那个 郊区那儿 怀州那儿 有一排练厅 排练厅多大呢 按这舞台来说吧 有八分之一怎么大 是吧 太小了 要这么大干嘛 就两个大椅子 关桌子就齐了 一转椅 哎 每到周六 俩人上这排练 上司机 闹笑话 上午排练呢 十点钟开始的 到晚上十一点了 这词呢 还没背下来 这么点词没背下来 都这几句没背下来 太难了 太难背了 都不碍一下这吧 都是那个 古文的 都是古文的 来 千儿哥你先醒醒 你打四点半睡到现在 不是 不是 咱呀 呃 出无主意 我出无主意打赌 打赌 放松放松 千儿哥你呀 把身上衣服全脱了 我 千儿一听 郭子浪你那边什么 不是 不是 你有这么多年 我没看出来 你跟我是一样的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 你先别过来 别落 别落 别过来 你等着 不是 我是什么意思 你呀 脱光屁股 知道吗 你出门绕在这小屋 你跑一圈 跑一圈 你要敢跑一圈 我给你五十块钱 多少钱 五十 没有敢的 怎么不敢 五十块 你身财迷啊 哈哈哈哈 你说的啊 有 你不许少给啊 我告诉你啊 我还要一张的啊 这就多五十啊 买块烟呐 自言出 往这一放 还挺白 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他也嘀咕 哈哈哈哈 没人 那郊区 那荒草的外人多够 甭说摄像头 连路灯都没有 晚上十一二点 谁上这儿来 好 那小屋 二十秒就能回来 很快 平常三五年 都不来一个人 二十秒就来人了 二十秒回来了 果不其然 没人 郭德纲 套钱 五十 五十 给四十就行 哈哈哈哈 四十 老劲 好了 给钱 你说郭德纲 给他四十吧 他也心疼 不给不行啊 你谁让你许给人家的 嗯 是吧 哎呦 倩哥 我真没想到 你这么没胸没臊 是吧 哈哈哈哈 那你能跑去吗 哎 这么办 比如说我要跑一圈 你这四十块钱 你还好意思要吗 哈哈哈哈 倩哥那什么 郭德纲 你跑一圈去 你跑一圈去 我给你四十 行吗 我给你四十 你走吧 他想往回捞一捞 你这四十块钱 这就不吃了 玩嘛 玩 郭德纲 小黑胖子 哈哈哈哈 现在黑一点 我们口吹个煤炭呢 一个苍蝇都没有 哈哈 你苍蝇没关系 刚跑半圈 坏了 咋呢 对面来俩巡逻的 哈哈哈哈 拿你手电筑 十六件电池 哈哈 冲着锅子 刚就照着 哎 干嘛呢 黑丁半夜 不睡觉 光屁股瞎跑什么呀 你刚才出来一回了 我怎么没管你 你怎么能出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